嗨 你好 我是超级爷爷 斯佛尔吉 今天我要讲的是 我来台湾之后学到的人生教训 我来台湾之后学到不少东西 其中有几个诗 如果我在日本的话 绝对学不到的 那么今天这样的东西当中 我想跟大家分享请客 台湾人的针对请客 再延伸到对花钱的想法 我觉得很厉害 值得学 我的感觉在日本 很少人像台湾人那么帅气的请客 那么今天开始讲之前 我想预告一下 下礼拜的影片 下礼拜刚好是311日本大地震的10周年 10年前很多台湾朋友为灾区捐款好多钱 之后很多日本人 对台湾友好感 喜欢台湾 我要把这个地震的10周年 当做下周影片的题目 下周大家不要错过 先开启小铃铛好不好 那么回到今天的题目 我来台湾之后学到的人生教训 台湾で学んだ人生教训 大多数的日本人来到台湾 常被台湾人的热情大方吓了一跳 跟远道而来的朋友一起吃饭 台湾人绝对不会说各副各的这种话来 对台湾人来说可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不过日本人不一定 有一些人觉得跟朋友见面和请他吃饭好像是两回事 我刚来台湾的时候常常被台湾朋友请客 一开始心里很高兴 但几次下来不免觉得老是被人家请不好意思 亏欠感悠然而生 我说要不要各副各的台湾朋友对我笑笑 很自然的起身续副帐 好像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太厉害 真是帅极了 真的 这举动给我的印象很深刻 我也想学他那样 以自然的态度招待朋友 之后就开始以行动实践 当朋友从日本来台湾玩的时候 我请他吃饭 回日本跟老朋友聚餐的时候 还是我请客 结果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突然顿悟其中的奥妙所在 那是从来未曾体验过的 第一 自己的钱没有热 这不是很高兴的事情 但对于请客的人来说 反而数倍的幸福感回馈在心中 钱握在手上的感觉好 但能使大家都高兴的话 还有其他什么渴求呢 这是我来台湾之前未曾有过的快乐感受 还有一个 同样的是被请不一样的人有不一样的反应 有的人会一直记挂着 下次一定要回请 也有的人心里抱着今天运气很好 转身就被请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 其实我请客并没有预期得到任何回报 对方是哪一类型我也无所谓 只是在无意中观察到 他们的反应有如此大的区别 这表面上看不出来很有意思 这是我来台湾之后学到的 很宝贵很有价值的事情 我在日本的时候 各复各的是基本的想法 不只是我 我周边的人也是 我不是说这个想法不好 如果跟好朋友一起吃饭 每次请来请去实在太累 最后不想去了 这样的话 干脆先决定各复各的 心里比较轻松 能与朋友长期保持良好的关系 但有时候看看状况还是请客互相开心 例如我要找朋友请求或拜托事情 朋友帮忙之后一起去吃饭 还是我请客比较好 可是这样的时候 还是有些日本人各复各的 好像没有请客的概念 来台湾之前我比较无所谓 现在觉得好像哪里不对 我以前遇到这样的事情 三个日本人同坐一部计程车 车资100元 一人33块钱 其中一位在下车时候 说完一句向大家收钱 可是三个人的钱加起来也只有99元 差一块怎么办 收钱的人冒出一句 剩下的部分 我来出一连洋洋得意的神情 打开钱包抽出100元 我想他不喜欢会有谁占便宜 谁吃亏而心生借地的情况发生 我懂 可是我知道他类似的情况我多出钱 不只是一块 几十块几百块 默默接受 一切顺利过去 台湾人知道自己请客的时候感到的幸福感 所以有时候很奇怪的地方发生事情 就是谁来算账 两个台湾人抢着负账买单 这种事情在日本也会发生 最后结局 大概一个拿走单子 另外一个放弃 说好几次 不好意思 但是在台湾 我遇到另外一个结局 经过一番拉扯之后 下一刻其中一番开口说 好吧 这一次给你请 什么 给你请 那时候我不太能明瞭 他的意思 既然对方出钱 为何还说给你请 但是仔细想想就我明白了 由于双方都能了解 请客所带来强大的快乐感受 所以其中一番自然地说出给你请之后 另外一个也很自然地理解 对方说给你请的用意 如果这种在日本人身上 也许会被解读成 不仅一毛钱都不出 还让我背负着欠你的人情债 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 为什么台湾和日本请客的反应差这么多 我觉得其原因台湾人比较知道钱 钱要花 花了才可以得到快乐幸福 但一定要花在正确的地方 同时台湾人还知道 这种幸福有钱才能得到 我有听过 花钱比存钱难 或许请客就是其中之一 把请客精髓自然且出色流露的台湾派作风 不管看了多少次 始终令人背负赞叹 我想这一次给你请 就是从那样的精髓中 孕育出的文化极致 我来台湾 接触这个感到很厉害 虽然我到那个境地 还差很远 但要把这个原则当作自己的人生教训 换话题 这么了解前的台湾人 四年前日本311大地震的时候 很多人愿意圈款 为什么 坦白说 很多日本人无法理解 或者自以为有理解 却没有理解 下礼拜我做节目 讲述这一点 敬请期待 好 那么今天的超级也是分级 到此就结束了 那么下次见 拜拜